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来调查来龙去脉的同时呢 现在事件呢又在延伸出新的这个事情了 这里说的争议呢就是 我国的这个高阶法官呢 尽管呢被指控行为不当 还有呢操纵的案件 但是他们仍然呢就是敦促呢 就是以首相敦马为首的政府呢 可延长法官的退休年龄呢到70岁 那根据一些消息人士呢就向媒体透露 法官呢是希望获得呢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守部长刘伟强的支持 不过到目前为止呢 我还没有看到就首相守部长刘伟强 对这件事情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其实如果说已经有几位法官和案件指控有关啊 那么你想想看 如果政府真的会支持这项建议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延长法官的退休年龄 从原定的66岁到70岁 这样子一个延长呢 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 只有四年 但是四年呢可以发生很多事情 别忘了就是选举呢也是五年一次而已 所以这项做法呢 它觉得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一个影响 还有对司法的这个公正性 还有信任度 那根据哈密的说辞呢 高阶法官和前朝政府呢 其实曾经讨论过 延长法官的退休年龄 从66到70的可能性 不过呢这些讨论呢 就确实违背了纳吉 在单人首相的时候 他们就说要做到三权鼎立嘛 就是各自不干预的 但是这种情况 如果你真的延长的话 它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矛盾点出现呢 那哈密就说呢 他被告知啊 老内阁呢 是支持延长法官的退休年龄的 但是却无法呢 在国会获得三分之二 支持修改宪法 然而在面对呢 谴责还有指控呢 这个司法危机的情况下 向西蒙呢 提出延长法官退休年龄的建议 可能呢是会宣告失败的 那过去几个月呢 就是支持延长法官退休年龄的人士 就有变创 担任高阶职位者呢 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制定一些改革司法机构的计划 当然很多种说法都是这样子 你不给我一点时间 我怎么去改呢 我需要的是时间 对 那我们来看看 根据现有的这个司法领选制度 司法领选委员会呢 成员在开会商量过后呢 他们会把这个推举人选名单呢 交给首相 要谁能够当这个大法官呢 那最终呢 国家元首他会应首相的建议 就议准了法官的这个委任的 那我们看看 如果要成为联邦法院的法官呢 或者上述法官 或者高等法院的法官 有什么条件 基本上只说两个条件就行了 第一个 首先你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 这是众所皆知的 第二就是 你必须在上述的这个法庭呢 有十年的送诉的资历 或者你成为州政府 或联邦政府的司法部门 服务十年 那这些法院呢 在马来西亚 其实都属于上等法院的 那目前上等法院的法官呢 他法定退休年龄 就是我们该说的65岁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宪法第1253的这个条 就保障法官拥有 持不辞职的这个权利的 除非他就身体或心灵状况 出现了这些小问题 或者障碍的时候呢 那他就可以申请 或者是希望说 能够有这个辞职的权利了 那现在呢 我们是看到啊 联邦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呢 也就是理查马兰 将会在4月的时候退休 那上述庭呢 这个延续呢 阿末马洛的任期呢 也将会在5月是届满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 像这些新闻呢 他主要还是谈到说 大家都争议说 法官应不应该延迟 就因为主要是 这个司法的信任度问题 因为当你爆出了 这样子的事情 还没解决 皇家五元会还没有成立 大家都在期望说 那来龙去脉是怎么样 你竟然就延伸了 另外一个问题 说要不要延伸 那你想想看 这个对于政府来说 它会是一个什么形象 对于司法来说 它会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 新盟政府呢 在这个时间点呢 是需要 就是非常迫切的 去考虑以及考量一下 现在司法的一个信任 还有这个危机的处理 应该怎么做 那到底 法官的这一个退休年龄 是否要延长 我个人觉得 在这个阶段呢 它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 你必须先把司法的 整个临选制度 还有其他的 把它做成透明化过后呢 我们再谈谈 这个年龄 延不延长 那也不迟啊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